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已经成为民主党推定的总统提名人 并在今天宣布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 开启为期四天的战场周的竞选活动 也欢迎广大观众密切关注美国之音各个平台 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报道 分析认为如果哈里斯当选总统 他将延续拜登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采取孤立主义的路线 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 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无论是哈里斯当选 还是特朗普东山再起 对中国来说两者差别不大 早些时候更是有中国学者将美国大选的两种结果 比喻为北京不得不面对的两碗毒药 如果北京两害相权取其轻 是更倾向特朗普载入白宫 还是更倾向一个崭新的哈里斯政府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讨论这些话题 一位是美国爱德飞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 另外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 欢迎两位教授 谢谢 主持人好 好 我们第一个话题我们先从四十多年前谈起 因为一谈到现在我们来谈是中国更倾向或者是更欢迎哈里斯 还是更欢迎特朗普回归 实际上在过去是一个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在四十多年前甚至是在不久的几年前 一般的都是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是更欢迎一个民主党的政府呢 还是欢迎一个共和党的政府 这件事情主要的起源的是1972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曾经告诉尼克松 他说我喜欢美国其他或者是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方面的右派 因此呢给外界留下的印象说是北京喜欢和共和党人打交道 但是现在美中这个美中正式的建交呢 确实在民主党的总统卡特的这推动下来实现的 那么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 如果说北京还有什么有什么偏好的话 那么现在是有什么样的偏好 我想听听两位教授的看法 先让王教授先谈 王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 刚刚您提到那个1972年毛泽东的那一段讲话 可能让很多的观众听众朋友觉得说 中共当局的话出人意料之外 比较喜欢跟传统上被认为比较反共的政治右派 在美国来讲的话就是共和党打交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完全 并不全面 因为如果说你看过去70多年来的历史的话 共和党从北京的角度来讲的话 共和党有做出一些对北京有利的事情 比如说1972年尼克森到大陆去访问 然后签了上海公报 那么也有做出对中共来讲的话很感冒的事情 比如说1955年共和党总统艾森豪 他跟中华民国签订了所谓的共同协防条约 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考虑要用核子武器来对付中共 那再加上说最近的话就是川普2016年上台之后 他整个颠覆了美国40多年来的这一个交往的政策 这也是一个共和党的一个总统 所以你不能说共和党的话对中国来讲就有利 同样的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这个建交的话 却是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卡特跟他建交 但是民主党也有做出一些让北京很感冒的事情 比如说1950年的时候韩战爆发了以后 是一个民主党的总统杜鲁门 他下令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中间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让中国的内战继续延续到现在 所以你不能说共和党就对中共来讲比较好 民主党对中共来讲比较不好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说1970年代跟现在来讲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异 那个时候的话美国跟中国的话只有很肤浅的 在战略上有共同的利益 就是要共同抗苏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话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都认为 都重新定义把中共认为是最大的一个战略的挑战 对美国的挑战的话是全方面的 如果你说他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个偏好的话 我倒不认为说他对什么党派有所偏好 我倒认为说他们对以下几个特质 哪一个候选人有底下几个特质的话 他会有所偏好 第一个中共比较喜欢美国的主要政党候选人 他是不一天大晚在那高谈人权 价值啦政治体系这些人 换句话讲说是可以做生意的人 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北京可能比较喜欢 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个候选人的话 他比较重视这个中美的关系 就是从中共的术语来讲的话叫做老朋友 这样的一个一个概念 老朋友的话他就可以当然 你可以对他期望很多 第三个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美国的候选人 这个言必称中美的关系非常的重要 而且全世界的事务的话 需要中美的合作才行 我觉得这三个特质的话 由这三个特质来看的话 就不难回答说在这一次的选举 他到底会压保是哈里斯 还是川普的第二任 好 谢谢王教授 夏教授 想听听您的看法 是 刚才王教授也讲到了 因为中美在50年前 尤其是尼克松的时候了 当时还是冷战时期 就是说战略大格局下面的强人时代 那么所以对毛泽东来说了 跟尼克松或者西斯 田中 角龙 戴高乐 这些右派打交道了 尤其是作为元首级的外交了 那么在战略的这个布控上了 那么是比较简单易行的 而且当时因为苏美的这个争霸了 那么使得中国了成为 那个跟苏联那个在意识形态 那个分手以后了 那么成为美国的战略小伙伴 那么所以当然对美国来说了 那么跟毛泽东了打交道 也就比较容易 那么它许多的考虑也不完全是战略的利益 它很多考虑是用民粹主义的方式 在考虑劳工或者底层的 那么给它的一个底盘 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中美关系 它要考虑的变量了 那因素就会非常多 但是对中共的这种体制来说 当然它愿意跟一个 有强人特征的打交道 它觉得这个东西更容易搞定 那么它不愿意了跟民主党那些了 民主党是里边有大量的利益集团 而且涉及到很多人权劳工地方 那么女权 还有西藏各种事物等等 那么使得就是民主党 那么它的考虑会更多 对中共的这种僵化的 而且我认为对美国的角色程序 理解并不深厚的国家来说了 它觉得跟特朗普了 那么就谈利益 利益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切割的 尤其中国口诊上经常说 因为我们超大的市场就是优势了 那么来干我们的举国体制可以干的事 当然这里面具体的问题 还有一个我觉得中国 我的一个感觉是中国 内心里面是希望特朗普能够胜的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 特朗普是一个商人 那么给习近平以前也称兄道弟 是非常称赞习近平的 那么第二 特朗普会首先把美国给搞乱 因为你看特朗普的形势 把美国搞得这么分裂了 对中国来说 那个做官美国混乱了 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得力 那么当然第三 特朗普是会把美国的盟友政治搞乱 那么对中国来说 尤其他在自认为东升西降的情况下 他认为美国一个国家 要跟中国做对的话 美国恐怕是搞不下来 但是美国如果建立这么多 50多个国家 这种大的联盟 民主国家联盟 在亚洲 那么进行什么三角关系 四国四边关系 亚太战略 那么这对中国来说恐怕威胁更大 好 谢谢夏教授 我们再来说一说 前总统特朗普 他在这个 他的第一任的时候 也就是说 2017年 2017年他上台的时候 他对中国采取的是 相对来说是 对抗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当然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 相对来说对中国的政策不是那么对抗性的 那么到了后期 基本上是比较对抗性的政策 并且把中国称作是对手 而且他曾经一度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 那么叫做战略竞争者 那么同时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 那么如果这一次特朗普能够重返白宫 那么他在总体的对华的策略方面 是否会有所调整 会有哪些调整 还是请王教授先谈 我想您刚刚提到 2017年川普政府第一任的时候 他的国家安全会议提出的一个文件 就是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是一份很重要的一个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里面的话基本上把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属性 做了一个定调 而且这个定调的话是跟过去差不多40年来都不一样的 就是基本上把中国定位定义成为是一个竞争者 战略竞争者 而且这个基调的话 在经过未来的往后的几年的话都不断的增加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 就是说美国从1972年迷克森去访问中国 然后1978年年底 这个关系正常化到川普的上任 这40多年来的所谓的交往政策 engagement的话 到川普时代可以说是寿终正寝 那么这个他不是这个很突然的做这样一个决定 而是说美国的政学界已经经过多年的这个酝酿和考虑 所以然后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 他基本上并没有扬弃这个川普的做法 只是说他比较更重视盟邦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说川普他当选第二任的话 他这个基调是不会改的 就是说这个把中国定义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的挑战者 那我觉得这个从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是在中美关系方面的话 这个应该是川普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颠覆了40多年来的这个一个传统的一个教条 那我刚提到说川普跟这个拜登 现在我们要考虑到说 因为哈里斯他的外交政策现在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会有可能会所谓的败归哈绥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如果是哈里斯当选的话 他可能更有可能就会遵循 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会遵循拜登的基本的定调 然后比较注重跟盟友的关系 但基本上来讲的话 还是把中国定位成是一个战略竞争者 刚才那议题上的话 刚才夏娇者提过说议题的话可能会更多一点 那如果是川普再上来的话 我相信他可能会用一个很特别的 很川式的一个组合权来对待中国 怎么讲呢 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他把中国定位成是一个战略竞争者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强调 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商业谈判者 所以他可能会希望用极大的压力 比如说在关税上 甚至于让很多人想到是不是有可能做某些交换 让中共对他来讲比较有在乎的一些事情的话 做让步 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学界的话 对于这两个将来谁会当选的话 目前也有这个大辩论 比如说在两个月之前 在这个外交政策期刊上面 就分别阐述了三派人的说法 一派基本上来讲 是以这个Matt Partinger 还有这个Michael Gallagher这些人为主 就是主张所谓的全面对抗 第二派是叫做经营管理 第三派是叫做合作交往 那我想第一派就是说 这个全面对抗的 基本上来讲都是共和党的测试 如果说川普他在继续当选第二任当选的话 这些人有可能会进入白宫 那我想第二任川普政府的政策的话 应该不会比第一任的更加的缓和 好 谢谢王教授 夏教授刚才你提到 我们谈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提到可能中国内心里头是 可能会比较欢迎特朗普在重返白宫的 那如果真的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了 那么刚才谈到的这个总体的对华政策方面 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会有什么样的 到底他会不会调整 还是会秉持着他第一任的时候 那样的一个策略 如果川普第二次进入白宫了 那么他的决策和施政方式了 跟第一次了还会有重大的不同 那么如果我们看他第一次了 他的那个做的许多的那个就是做法了 那么中美关系了那个进一步恶化 那么川普了对中国的这个就是感觉了 那么是那个进一步的毒化 因为中国的就是爆发的这么一个新冠疫情了 那么使得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病毒了 那么成为川普那个任期的最大的一个致命的一个病毒 那么让他的这个整个总统那个就是任期了 那个终结了 那么应该说这个病毒了 那么起了就是公不可没的这个就是那个作用 那么所以对川普来说了他至今呢那个是耿耿于怀 那么所以他那个对那个中国这个整体上来说 他是会非常的就是那个有这种强烈的敌视的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川普了他在第一届那个总统任期的时候 我们都说了他呢当时之所以被美国这边还有人信任他 是因为他周边呢人家说他是一个可能互乱形势的一个小孩子 但是周边呢还有成年人呢给他把关给他掌舵 那么所以我们看他不论是国务卿国际安全事务助理 那么还有这些就是商业部长 那个什么财政部长那个等等国防部长 那么都是就是说也就是川普不断的攻击的所谓建制派的人物 那么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那么今天川普说的很清楚 那么如果他进入第二届任期的话 那么他就是要完全改变他第一次做法 也就是说他不会那个依靠所谓的建制派了 那么他呢就是现在那个招募的他的那个 包括他的副总统这样你可以看到 那么全是就说谁跟我是百分之百的高度的忠诚和那个就是相那个认同了 那我就那个喜欢谁 那么这样的话那你可以看到了 那个川普第二届的那个任职的那个成员呢他周边的了 那么一定是马屁精的小人的会居多 那么而像过去的就是说我们说的成人呢 给他能够就是避免他错误的 给他把关的人呢 那么会那个居少 那么因为我们看到共和党的建制派里边 那么原来的就是政府内阁的 40多个就是给川普任过职的 那么全都没有就是那个支持他 而且是公开是反对他 那么所以我认为如果川普第二次进入任期的话呢 那么他有几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充满着那个不确定性 那么因为他有时了给中国打交道了 他觉得了就像商人那个一切作风 他把它变到外交上了 他觉得我先下个好赌 但是外交这里边有面子 那么所以的话呢不像商人 商人的话呢都是在私下讨价还价 有时了你漫天要价了 那么大家也不觉得上面子的事情 但是在外交上 当你把那个筹码弄得很高 你一下就来个什么20%的关税了 那么中国下不了台 中国的话呢必须要报复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 两个国家关系就越走越僵 就走不是僵局 那么我认为川普他把他的那个生意的 这个就是思维模式运到外交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那么另外呢 我们如果看到就是川普了 他如果要继续的在这个路上走下去的话呢 那么中国了 那么也很清楚 中国那个就觉得就说 如果你要跟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对抗的话呢 那我们呢可以给你添其他的赌 因为川普他今天要 那个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武器 就认为他要跟俄罗斯结盟 那么俄美关系改善 共同对付中国 但是你会发现呢 中国在跟普京这个问题上呢 也已经那个铺垫了许多的东西 所以川普真正的要能够利用普京的话呢 进行俄美结盟呢 我觉得这个期盼呢 恐怕也不会实现 所以我总的感觉是 东美关系和世界的那个安全格局呢 会充满不确定性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担心了 如果以川普这种动辄 就是以那个就是核武器了来威胁的 动辄就是要把核武器扔出去 要消灭那个什么金正恩呢 消灭谁谁谁的呢 那么我觉得这个世界呢 那个安全呢 放在一个就是没有那个成年人 那个心智和考虑问题的人手中呢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豪赌 恐怕这个世界的命运 那个都会被堵出去 好 谢谢夏教授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哈里斯 如果哈里斯成为下一任总统 那么在整体上他的对华政策又如何的与特朗普不同 他是否会重新定义一些东西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特朗普时期 把这个两国关系进行的一些新的定义 那么假如哈里斯当选了总统以后 他会不会重新定义这些东西 还是王教授先说说吧 首先就是哈里斯今天的话 不 今天已经正式成为民主党的 这个提名的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 这个是很有历史性的一个发展 就是他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第一个 这种非洲裔跟亚裔的一个女人 而且是女人提出来 那么他这样的话 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任的美国的总统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那如果他成立成为下位任的美国总统的话 以他从政的经验 不管是在加州做检察官 或者说是他在联邦政府短暂的参议员的经验的话 还有他这个做副总统经验 看不出来他在外交政策上有什么样特别的见解 或者是成就 现在还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刚提到说 是不是有可能会所谓的败归趴随 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解的话 从中国来讲 这个可能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我觉得谁当选并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谁当选的话 比较重要的是说在他新的当选人在刚执政的三个月或百日之内的话 中国可能要全力的对于这个新的领导人做一番教育的工作 这个教育工作讲得好听的话 就是说重新提醒这个新的领导人 比如说像哈里斯吧 这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它的历史啊等等 但是从一个不好听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给他一个下马威 就未来这三个月 就当选的三个月的话是非常的重要 相对于共和党的这个川普来讲的话 哈里斯他过去的言行 显现出他可能对一些民主党比较 比较传统上来比较执着的一些议题 比如说像人权的问题 劳工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妇女的问题 会比这个川普政府会更加的重视 但这些议题的话 很难成为说两国交往的这个头号的议题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至于说详细情形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只能说有待观察 好 谢谢王教授 夏教授您来谈一谈 您是怎么看的 假如哈里斯成为新的总统 他会和特朗普有什么样的不同 他会不会重新定义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特朗普时期的那些东西 两国关系的那样的东西 首先我认为我们就是外界了 尤其是华人圈 就是极度的低估了 就是哈里斯的外交经历和外交才能 因为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他是出生在一个就是两个移民的家庭 而他的那个就是妈妈了 就是在外交世家出生的 那么所以他的外公呢 是印度的外交界的那个高级外交官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想的这种背景 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知道就是哈里斯呢 在那个因为加利福尼亚了 湾区长大了 那么他成为第一个跳板呢 就是进入到那个那个就是检察长了 这种职位了上来了 那么所以他对那个全球的事物呢 都是比较熟悉的对主义政治了 那么然后他进入到参议院 他进入参议院最重要的职位 他在那个司法委员会 他在外交委员会 我认为我记得在外交委员会 他也在那边担任那个就是委员了 那么所以他对司法外交这些 那个就是要么是情报 那么所以他是非常那个就是 有意识去投资去成为他的这个长项的 那么他在做副总统的 那么那个现在已经要那个四年了 那么他在做副总统 因为拜登呢 当总统的时候年税就已经很高了 那么所以拜登总统就很清楚 那么他不会势必公亲 所以在那个就是哈里斯任副总统的 这么期间呢 他已经那个跟150多位国家的元首了 那么那个政府首老了 已经见过面 包括跟习近平呢 也都那个会过面 那么同时的话呢 那么他在一些主要的国际问题上 你看他现在已经呢 那个显露出他的这个一个锋芒 一个主要当然就是因为边界问题 那么有的人质疑他说 他边界问题他没有处理好 但是他的边界问题 不是说是走到德克萨斯的边界 去处理边界问题 那么他其实是在中美洲 那么和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呢 进行后院外交 那么在不断的就是处理这个边境问题 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2000年以后 到现在呢 这个边界这个移民的这个过关的 非法移民的过关的数量 其实一直在那个成递减的趋势 那么所以我认为那个 哈里斯他对国际事务呢 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就是一个看法 包括今天针对以色列和那个巴勒斯坦的冲突 但是呢我认为他还是会那个继承 那个拜登的目前的大的框架 因为他跟拜登其实合作 还是非常紧密的 最后我不认为拜登的 以就是盟国 以民主那个就是国家了 为联盟了 那促成了那个集中那个 那个针对中国 但同时呢 那么也在那个就是施压俄国 让俄国呢出现战略失败 最后的话呢 俄国的战略失败带来习近平 面对的经济危机 带来他的各种失败呢 这是美国大的一个豪赌 我认为那个哈利斯 不会改变这种一个总的一个走向 好 谢谢夏教授 我们再来具体的来说 就是现在有很多战略家们 特别是中国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们 他们认为啊 就是说北京啊 对特朗普和这个哈利斯 可能没有太大的这样的偏好 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提到在今年早期时候 早期的时候 还有中国学者提出来的这种 所谓两碗毒药的这种说法 那么到底是 北京是更愿意 与卷土从来的这个特朗普打交道呢 还是更愿意与这个崭新的 一个哈利斯政府来打交道 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些 我想请王教授先谈吧 还是展开一点再谈一谈 是的 我想在表面上 在官方上这个中国讲说 北京对于川普或者哈利斯 没有特别偏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 那这个的话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从过去的一些押宝中间得到了教训 就是说如果你太早 讲出你的偏好 然后偏偏是 你不喜欢那个人当选的话 那可能就会要吃亏了 那我觉得这个表面上虽然说没有什么偏好 但是私下的话我倒不觉得说没有偏好 应该是有偏好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 很多人认为说北京的当局的话 私下可能比较喜欢川普的第二任 因为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毕竟是跟他这个打交道打了一任 那比较了解他的这个作风和他的一些政策 甚至于他一些人员 可是刚刚夏教授也讲得很好 就是说我也同意就是说 这个川普第二任的话可能充满了很高度的这个不确定性 所以这个一点必须要考虑 而且北京可能很喜欢 就是说川普是一个商人性格 所以可能会有这个交易的可能 所以说一个grand bargain 可能会有一个大交易的可能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川普 对不起 那个北京可能更喜欢哈里斯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哈里斯虽然有一些这个外交的经验 但是基本上来讲他还是算是一个 在这个全国领导上来讲的话 还算是一个政治素人 所以对于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复杂 还有一些包袱的话 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个东西对北京来讲 就是一个机会 就是说可以给他教育的机会 或给他下马威的机会 然后甚至于说还不排除说 在这个哈里斯就任的前三个月呢 北京制造出一些状况 就是说这样的话可以让美国了解到说 不得不跟北京打交道 而且不得不这个印证 这个北京讲的说 全球事务如果没有中美的合作化就是不行的 所以我觉得表面上它虽然不表示说 对哪一个候选人有偏好 但是心里面应该是有的 夏教授您还有什么补充 或者是还有什么不同意 王教授刚才的观点 是 我认为北京像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不干预其他国家内政 但是从内部尤其从中国的宣传部 对媒体上和社交媒体上的一松一紧 那么也就对称赞川普会放得松一点 那么对骂哈里斯也可以放得松一点 但是你要去骂川普了 他就可以控制紧一点 你如果要去赞扬哈里斯 他可能就会管控紧一点 不让你出来 那么所以的话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 包括在官媒 那你都看到都有什么 对川普来说是王者归来 那么有这种说法 那么包括这种社交媒体的影响 不仅是在大陆 那么在台湾和香港 那么许多地方 尤其在华人社区 海外华人社区 那么也都是未然成风 那么但是另一方面 对哈里斯 那么就有很多的就是我把它叫成 就是一种所谓的荡妇 那个就是谩骂了 那么就把哈里斯变成一个所谓的 什么有这种用法 小三上位 那么还有什么就是黑寡妇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 那么我觉得就是明显的可以反映出了 那么中共内部了 那么它的一个一松一紧 那么其实在就是说 中国的宣传部就是说 你那个就是 那个宣传部门就是一条狗 对 你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你叫我咬几口 那么所以这里边呢 当然可以看着中共官方的这个意象 但是呢 我觉得像王继思和他的那个学生这边 文章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么中国政府呢 这一次呢 不应该过早的这个就是压保 不要犯错误 因为这种犯错误的话呢 因为哈里斯呢 完全可能会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 当中国的媒体把就是那个奥巴马呢 用种族主义的语言去侮辱他了 最后呢会回来重新那个就是那个追到中国的这个就是官方里边呢 那么会影响他的各种跟美国的关系的 那么所以我认为了中国官方呢 在目前的情况下 尤其最近那个一个星期 哈里斯无论是人气还是财气 那么募捐呢 你看一下子就是一个星期就两亿多的那个钱就到位 那么再加上他继承呢 那个拜登和他哈里斯的竞选班子原来的一亿多 那么所以他是财气 人气两万 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 还是谨慎为妙 我们再来谈一谈 就是说一般的来认为啊 现在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政策圈子里头 已经形成了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就是中国呢是美国的主要的对手 甚至是威胁 那么在许多年前啊 中国的一个国际关系专家就曾经提出了这个新冷战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现在呢又有越来越多的人要主张以这种冷战的视角来看待美中关系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新冷战 还是有实际上都已经开始了 还是先请王教授看看谈谈您的看法 是在中国官方的讲法的话 这种冷战的话是有一个负面的意思 因为比如说他对中美关系的某些发展不是很高兴的时候 他就指控美方的话 抱持着所谓的冷战的思维等等 但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中国分析家提出这个新冷战 事实上美国学界政界也有些人提出新冷战的一个概念 跟这个过去这个冷战 我讲这个冷战的话 那个Cold War那两个字C跟W都是大写的 那换句话讲说是指的是在历史上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段 就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到1991年苏联和东欧解体 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冷战 就是大写的这个冷战 跟现在所谓的新冷战一定是有相同的 也有相异的地方 所以现在的情形才叫做新冷战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就是说过去的这个 我刚刚讲的那个冷战跟现在新冷战 在战略上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出两个阵营的一个 他们的战略的那个利益来讲的话 是不相容的 就基本上来讲是对抗的 那在经济上的话 这个是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过去那个冷战的话 美国跟美国所带领的这个阵营的话 跟苏联所带领的阵营的话 基本上来讲的话 在经济上并没有任何的交往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也可以说在经济上有一个冷战 但是现在不同 这是不同的地方 现在的如果有新冷战的话 因为美中的这个经济关系的话 是千丝万缕 想要分也分不开 那如果特别是最近提到 所谓的这个decoupling 或de-risking的话 做起来都很困难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第三个层面的话 就是所谓的外交层面 过去那个冷战的话 是美苏各自领导一个阵营 那现在的话 大部分的国家的话 跟双方都有关系 但是更明显的就是说 美国现在的话 是带领一个所谓的价值上的同盟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冷战 这个概念的话 不必说非常在意说 它是不是跟过去的冷战 是完全相同 一定是有相同 也有相依的地方 好 谢谢王教授 夏教授您的看法 有新冷战吗 还是新冷战已经开始了 是 有新冷战 新冷战已经开始了 而且中国也在打新冷战 因为中国比如说 习近平就说得很清楚 那么他说我们现在 就是面对着美国西方国家 对我们的围堵了 遏制了 那么对我们就是要 那个就是制止我们的发展等等 它其实就是一种冷战思维 那么同样的 那么当习近平认识到美国或者西方国家 民主国家对他搞所谓的颜色革命 或者是什么和平演变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冷战思维 那么当然那个拜登总统他也提出 那么我们现在是出现 世纪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 民主跟专制的一个对决 那么而拜登的这个民主联盟的 这个整个全球战略 当然也是一个冷战的一个态势 那么所以现在就是 美国的学界了 基本上就是不仅说是 或者新冷战 或者是冷战第二阶段 就是Cold War II 那么等等 那么这个我认为在美国了 也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看法 那么另外就是说 我并不认为在新冷战下 中国跟美国或者中国跟西方国家 就没有办法进行经济的交流 那么因为你可以看到 美国其实在用财政和贸易的武器 那么来打这场新情况下的新冷战 也就是说中美或者中国跟西方国家 那么出现经济的相互的 这种依存的情况下 美国并不是就是一定 就是要把这种相互依存全面的脱钩 那么美国现在是要去风险 那么所以的话 很多的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 或者中国的基本的这些 生产的产品 在美国市场 现在还是有很大的销路 所以美国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么自己朝自己的脚上开枪 那么把中国的产品全部给 就是踢开 就是形成过去的金户惠 和就是布莱登森林体系 那个两大对立 那么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 那么这显然不会 但是在这种经济的相互依存下 你会发现 美国不断的在用货币 那么用财政政策 那么用高科技的管理 用市场的转入等等 在打这场新冷战 当然了 美国能不能打赢这个新冷战 那么我觉得这里边 有很多的因素了 那么其中有个因素 我为美国政府了 会非常担忧的就在于 如果你看看 美国的外交团队 跟中国的外交团队在任何大型场合 那么在进行谈判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美国的外交团队 在跟一个非洲国家的团队 或者在跟一个拉美的团队 在进行谈判的时候 里边没有黑人面孔 或者没有拉丁裔面孔 你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美国有这种自信 认为他们不懂英文 也不懂中文 没有知道中国人的文化的结构 和社会的结构 心理结构 他们可以直接把中国搞定 我认为这是美国当下 包括在拜登总统下 这个中国团队里边最大的确信 好的 谢谢夏教授 我想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 我们就要讨论到这里来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讨论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就是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对华策略 有什么样的不同 不要离开 我们稍后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